hello欢迎学习爬虫过程 那么从这几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爬虫当中一个比较高级的技术 叫做分布式爬虫 那么什么叫做分布式爬虫呢 分布式爬虫和我们之前的那个啊 讲的爬虫啊 它有一点很大的区别 就是之前我们讲的那些爬虫 是不是都只是在同一台机器上面 在一台机器上面去执行这爬虫啊 对 那么啊 分布式爬虫的话 它就是啊 有多台机器同时在爬取啊 某个网站或是多个网站啊 那么这样的话 爬取效率可能会比我们啊 一台机器爬取效率 可能会来的更快一点 对 说的话啊 现在在企业里面的话 你基本上去找这些爬虫工作哈 啊 别人可能的话都会有一个站的 呃 一个站的点 就是说会分布式爬虫啊 会有那个加分项 对吧 是会那个加分项啊 啊 当时的话啊 并不是说你不会分布式爬虫啊 就不会要你 只不过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加分项 为什么呢 因为分布式爬虫这个东西的话啊 说实话哈 没有并没有很多公司 真正的去用到这个分布式爬虫啊 真正的用到这个分布式爬虫 说明你这些公司做的这个爬虫 可能是做的已经很大了啊 可能是做的已经很大了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里面 我们如果就做一个分布式爬虫 以及这个分布式爬虫 它的一些原理是什么的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来来分开来讲啊 首先的话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个分布式爬虫 它的一些站的优点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 优点是什么呢 它可以充分的利用多台机器的这个这个带宽啊 这个的话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 你即使你的这个本地的这个爬虫 显得再牛逼啊 那么你一台机器爬虫肯定不懒了 肯定不及那个多台机器爬虫 当那个带宽那么大 对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啊 我们是什么呢 可以充分的利用多台机器的那个IP地址啊 就像是我们之间在爬虫那个boss植病的时候啊 基本上你只要连续的爬虫前面5页的数据或者多少页的数据的时候啊 这个拉个网不是拉个网啊 boss植病它就会啊将弹出一个正能二位码的页面 或者是啊将你的这个IP地址拉入到这个黑名单 那么如果你采用的是这个分布式爬虫的话啊 就可以使用另多IP地址来进行访问 对啊 分布式爬虫的话啊 就是说呃当然好 这个分布式爬虫的话 你不能把它给部署在同一个局域网下面哈 如果你把它给部署在同一个局域网下面的话 它其实走到还是同一个带宽就得 那么分布式爬虫的话 最好是啊 在不同的地方啊 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再去爬虫 比如说我要爬虫减松或爬虫boss植病哪个网站 我可以在上海优财机器去爬虫 在北京啊在广州啊 每个地方我可能都部署一台这种机器 同时去爬虫这个数据对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分布式爬虫啊 好第3个的话就是多台机器做哈 可以爬虫效率会更高对吧啊 就像是哎 多个人在做一件事情 你可能比一个人做得快啊 这个的话毫无疑毫无疑问对吧 好分布式爬虫的话哈 这里面我也列出来的啊 就是说分布式爬虫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既然你是使用多台机器爬虫 那么肯定其中就有一些问题是吧 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的话啊 呃你既然是多台机器在同时运行这个爬虫 那么如何保证不同的机械 爬虫页面的时候不会出现重复爬虫的问题 对 比如说我们啊写好了一个爬虫啊 我部署在北京一台上海一台让我画广州一台 他们在爬虫啊 boss这边这个网站 那么你怎么能够保证我第一台机器爬虫完了啊 他爬虫完的这个页面 其他两个机器不会啊重复重复的去爬虫的 对 因为如果你重复的去爬虫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的啊 那就跟啊那个啊当机爬虫是一样的 对不对是一样的哈 所以的话如何保证啊 就是说多台机器在爬虫的手啊 呃能如能够过滤掉那些啊重复爬虫的那个啊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啊 分布时爬虫 那么分布出来以后你这些数据爬下来 你不能还不能还分布到啊 还分布到不同的机器上面 如果你还分布到不同的机器上面的话 那也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就是说分布时爬虫把这个数据把它给爬虫下来以后 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这些数据存出在同一个地方啊 存出在同一个地方对对 这样的话啊这两个问题解决的基本上我们这个分布时爬虫就会比较好用的啊就会比较好用的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用这个地方的话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这个分布时爬虫用的一个东西叫做scribe redis这个组件啊 那么scribe redis的话它不是一个框架啊 它是基于scribe框架的一个人的组件啊一个人的组件啊 你就是使用这个scribe redis这个组件的话 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去实现这个分布时爬虫啊 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去写一个这样的啊分布式组件 这个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啊 但是的话啊这个他一既然已经c2了 并且这个组件的话是已经经过啊长时间认证的做的话就会比较稳定对吧 就比较稳定我们使用它啊做去去做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好要跟大家说明点是什么呢 scribe框架以及scribe redis这两个组件他们 其实本身的话并没有那个分布式的功能啊 并不是的并没有那个分布式的功能 那么他的这个分布式的功能的话 其实是借助这个什么呢 是借助这个redis来实现的啊 是借助这个redis来实现的啊 redis的话它可以在多台机器之间共享数据啊 那么能够在多台机器之间共享数据的话 其实就可以啊 这里面解决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ur区重的问题 那么ur区重的话啊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ur区重的这个这个工作交给这个redis来做啊 redis的话啊 他既然多台机器多台机器之间可以共享数据对吧 比如说我啊下面两台机器 我在爬取哎 我在爬取页面的时候 我首先的话先从这个redis当中获取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ur之前有没有被爬取过 如果被爬取过我就不爬取了 如果没有爬取过我就继续爬取 对了好 那么我们这个redi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的话啊 redis可以共享数据 那么我们把这个爬取下的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存储到这个redis当中 对了这的话就可以解决啊 这两个问题了 对了就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好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redis 他的一个这样的架构图啊 一个这样的架构啊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的话 是之前的那个啊 scribe框架的一个这样的啊 放下图啊 就是啊 爬中啊 爬中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的话请求啊 然后发送给引擎 引擎的话再交给这个下载器啊 不是啊 他会先交给这个雕度雕度器啊 先来看这个地方吧 来看这个地方 哎 看着啊 他交给这个雕度器 雕度器的话再发送给这个下载器 下载器下载完成用啊 再发送给引擎 引擎再反思会给这个爬中 爬中把这个数据爬起下来以后 再发发送给这个pipeline 对 这个是scribe框架 他的一个这样的经典的图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cribe redis 他的这个加用图啊 scribe redis的话 他其实就是在之前的这个scribe 框架之上 增加了一个redis 这个东西啊 现在的话啊 我们爬中发送一个请求 那么这个引擎 这个这个引擎啊 这个引擎 他发送给这个雕度啊 发送给这个雕度器 那么这个雕度器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哈 你要保证多台机器之间 他这个ur不会重复发送 那么的话 他其实就会把这个呃 这个请求啊 发送给这个什么呢 发送给这个redis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redis的话 他在这个里面就会做一个去重的操作啊 就会做一个这样的去重的操作 如果这个如果这个ur的话 没有之前没有被爬去过 他就会再返回这个schedule 返回这个雕度器 雕度器的话再返回给这个下载器 下载器再下载完成 下载完成之后他再把这个数据交给我们的这个爬充 我们爬充爬取完以后再交给就是什么呢 拍不来拍不来 把这个数据哈 就是说解析完之后啊 再发送给这个redis 再发送给这个redis 所以的话最后这个数据也是交给这个redis的啊 也是交给这个redis的啊 就是以后这个数据的话 所以数据啊 所以爬下来的这个数据都是存在这个redis当中的 明白是吧 都是存在这个redis当中的啊 那么以后我们想要去取数据的话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redis当中去取这个数据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好 讲一下就是风波式爬充他的一个人的架构图啊 一个人的架构图啊 那么这个架构图的话也是我刚刚啊 就是其实就是把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啊 图形化了一个而已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有一个这里的redis的服务器啊 一个是redis的服务器啊 这个redis的服务器的话 它是不 它是不会爬取 它是不会运行爬充代码的啊 他在这个里面不会运行爬充代码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去管就是去管理这个redis服务器啊 就是管理这个redis服务器 那么这个服务器的话啊 既然redis的话 要跟大家讲讲明点哈 redis的话 他的他的所有数据啊 都是存在那个类层当中的啊 当然他也有那个同步机制 就是可以把这个数据同步到那个呃 词版当中啊 但是他的数据还是存在这个内存当中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个啊 分布式盘装的话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这个redis服务器 他的这个类层要足够大啊 比如说128G啊 250UG啊 对 你要保证就是这个类层啊 类层足够大啊 类层足够大啊 才可以啊 好 这个的话说了一点题外话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redis的话 redis服务器 他总共是有两个功能啊 第一个功能 他是管理爬虫的服务器 请求的UL啊 就管理这些爬虫服务器 他的这些UR请求的UR啊 以及对这个UR进行去虫啊 进行去虫啊 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存储爬虫 服务器爬就下载的这个数据啊 这个redis服务器主要是做这两个分钟做 好吧 好 下面的话就是啊 分布式爬虫就是啊 每台机器就是与不同的机器上面运行啊 运行都是这个爬虫代码啊 那么这个爬虫服务器的话 他主要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主要做的事情是从redis当中获取这个请求啊 这个爬虫服务器 他这个里面的话 他他他他他就像是一个啊 那个 学生一样对吧 这个地方是老师啊 老师告诉他 你现在要去爬虫这个UR啊 那么爬虫的话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想啊 然后的话就把这个数据爬虫下来 爬虫下来以后 再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发发送给这个redis服务器 那么接下来啊 这次又告诉他 你再去爬虫另外一个UR不得啊 那么我们爬出去 爬虫这个服务 相当是爬虫这个服务啊 相当是是真正的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redis服务 相当是一个领导一样对吧 是一个领导一样啊 告诉你哪哪些UR你该去爬 那的话爬完又你再给我就可以了 是个是个意思啊 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把爬虫下来的数据发送给这个redis服务器 对吧 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人的架构图 一个人的架构图 好吧 这个的话 能够听懂最好啊 不能够听懂的话 后期我们在讲那个代码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再去讲到 好吧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演示哈 就是说就是如何去部署多台服务器 然后的话啊 就使用这个封布式爬虫去爬虫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封布式 拿取的一个那个啊 简单的介绍啊 一个简单介绍啊 好 那么我们要去学习这个scribe redis这个组件啊 也就是学习这个封布式爬虫 那么首先我们开始啊 就应该要去学习一下这个redis该如何去用啊 这个redis该如何去用吧 那么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redis他的一些真的基本的用法啊 一些基本的用法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